迎战2024台股 预约超大获利 股市权威 龙年新爆点 专案 带你疯狂数钱 想省钱 没问题 二月会费 为良权额吸收 要好康 没问题 新会员 独享会及升等服务 抢赚钱 没问题 巧味年后 招财股给力 又给力 省最多赚最大 龙年新爆点 一次满足 现在加入LINE或来电 022581 9090询问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股市纯危 今天台股盘面的 这个重点解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 两位专家 先欢迎到许永诚 国际投顾 陈薇良分析师 薇良老师好 婷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 是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盘面上 光他掌握 搞好问题 先请教薇良老师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 掌握 熔年的主流产业 昨天聊到传统产业 今天要延续这个话题 不过今天 我们要开始 转向聚焦 电子科技业 半导体经过了 库存区画调整之后 目前有回补库存的新动能 还有金元代工的价格 将有所调整 那这当中 谁是受费者 谁是受害者 还有很多小股民敲碗询问 联电 台积电 在2024年 股价能不能重回高峰 尤其台积电 很多小股民 是套在历史高点 680元上下 有没有机会 在今年看到 新的历史天价呢 另外联发科 有没有机会带动 IC设计族群 一起群攻 把本益笔跟EPS 逐步的往上 反映在 今年的目标价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在AIPC 其实在2023年底的时候 已经开始成为新主流 延续到2024年 AI伺服器 AIPC会不会轮动 还有在减碳趋势当中 电动车 一年比一年 更受到重视 当中除了 有电动车的 重要零组件之外 还有包括像充电桩 所延续的基础建设商机 更多你所要把握的主流产业 以及翻倍标股 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 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帮薇洋老师 YT频道搜寻之后 按赞订阅 而且欢迎大家多多分享 你只要在YouTube当中 打股市权威 陈薇良 就可以每天都在盘后 收看到我们的影音节目 而且我们在YT当中 也有一些不定期的 超盘教学 不论是技术分析 产业分享 还有个股介绍 各位都可以运用这些资源 好 回到今天要谈的主题 就是2024年 也可以说是 熔年有哪一些产业 飞龙在天 首先半导体对于台湾来说 当然很重要 不只是说 在盘面当中我们称 半导体是所谓的护国群山 显然就是对于整个 加权指数的贡献度很重要 事实上半导体 对于台湾的出口 还有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都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走向科技化 而科技化当中少不了的就是 那个晶片 谁掌握了晶片 谁就掌握了世界 半导体其实从2022年末 走到2023年 基本上就是一个库存调整的过程 但是有去库存自然也就会有补库存 去库存是产业的利空 补库存则是产业的利多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目前整体半导体的 存货周转天数 逐步的下降之后 慢慢的接近回到平均的健康水位 虽然还有一个过程需要再努力一下 不过我认为有一些次产业 已经回到了健康的库存水位了 至于说IC设计的部分 整体的存货周转天数 也逐步的下滑来到107天 过去的5年平均是100天 所以也几乎已经回到健康合理的水位 当然有些投资朋友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什么叫做存货周转天数 我喜欢用生活来做比喻 大家如果去餐厅的时候 生意好的餐厅常常就是客满 一个晚上的用餐时间 对于餐厅老板来说 他追求的是什么 叫做翻桌率 坐满的时候 如果一个晚上用餐时段 他可以换第二组客人 换第三组客人 这个就叫做翻桌率 所以客人吃的速度越快 翻桌的速度越快 老板的生意自然就越好 能够带进更多的营收获利 你把这个翻桌率的概念 放在存货周转 所以东西卖的速度越快 存货周转天数就会下降 所以这是景气好转的讯号 根据原调机构的预测 2024年起 全球半导体的营收 会成长16.8% 到2025年还可以维持成长 来到15.5% 所以这个周期性的复苏 在2024年就会看到 当然因为半导体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次产业 包括比如说上游的IC设计 接着像晶圆代工 封测通路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当然每一个产业 你会随着库存去化的速度 还有终端市场的景气融窟 可能会有复苏的先后快慢 但是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 如果以2022年衰退的时候情况来说 当时是PC个人电脑最先衰退 车用反而那时候是比较好 所以比较晚才开始走下坡 现在要走上坡要复苏了 就颠倒过来 PC会先复苏 然后接着是手机 而车用跟网通会相对比较晚复苏 这就跟接下来 如果你在挑选一些半导体个股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到底不管它是IC设计 还是IC封测 它中端的客户比较多是在PC 手机还是网通车用市场 这个业绩的表现会有所不同 不论如何第一季还是传统的相对淡季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站在 中长线布局的角度来看 第一季逢淡季股价回档 或整理的时候 其实是要早买点的 当中很重要指标股 当然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会在产能利用率的部分 带给大家更多关于整个产业轮廓的讯号 我想如果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 有明显回升的时候就代表整个半导体 未来就是会开始走向步步高升 好 半导体的趋势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提的就是在于 晶圆代工成熟制程的部分 随着价动率的下滑将会有降价的压力 威尔老师带来这两张表格 带大家看一看 左边的部分是代工的价格 其中有两个颜色 蓝色是联电 你可以看到联电的晶圆代工价格 还没有什么松动 可是再看红色的世界先进 它的晶圆代工价格 事实上在2023年 已经开始有出现下滑 代表对客户进行了浪力降价 因为世界先进的价动率 是已经明显往下 但是我们看联电的价动率的部分 是不是也开始往下 所以这隐含子透露出 未来如果联电它要去填补产能的话 也会有跟进调降晶圆代工的价格 这样来说的话 对于晶圆代工的成熟制程 连电 世界先进或利基电 恐怕是相对比较不利 可是对于头片的IC设计来说 则是大力多 所以我认为在2024年 看好半导体的前提之下 IC设计将优于成熟制程的晶圆代工 至于说先进制程为主的台积电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月K线格局 月KD已经在50中轴附近交叉往上 所以隐含着透露台积电的股价 将开始逐步往688历史高点来做挑战 而我个人认为台积电它的高点 绝对不会只到688 无论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的 就在2024年见到新天价 但是无论如何 这688绝对不会是它的历史最高点 基本上如果以各大法人机构预期台积电 2024年EPS可以来到大概39到40块钱的话 换句话说它非常有机会 EPS在今年就改写历史新高 去突破超越2022年的39.2元的记录 股价一定是反应获利 所以如果2024年台积电的EPS创新高 2024年台积电的股价 有比较大的概率 应该也能够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对台积电带动 半导体往上走的看法 是没有改变的 另外IC设计当然指标股是联发科 我们也可以看到 联发科的股价已经开始完成底部之后 向上启动 这个高点1215元是2022年当时的天价 我认为在今年应该也有机会去做突破 其中一个关键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的持股水位 联发科现在的股价突破千元之后 大概跟2022年3月当时的股价 是差不多的水准 可是当时外资的持股部位 有高达106万张 比起现在还多了非常多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外资的持股是不足的 有回补的动能 所以我觉得配合业绩往上 联发科过高 当然IC设计很多的本益比就能够提高 所以整个半导体的轮廓 如果我们浓缩到以台积电跟联发来看 其实今年一定是有一片好光景 当然有很多的IC设计 在2023年底股价已经先涨了 这个部分你可能真的就要斟酌一下 有好的买点的时候再来做低接 不过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 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 有一个次族群 它每次都算是相对比较落后才复苏的 你们猜猜看是哪个产业 不是记忆体 其实记忆体股价早就落底了 顺带一提 像记忆体今年的涨价动能也很明确 可是像8299群年 你看它的股价低一点在什么时候 不是2023 早在2022年就落底了 所以股价永远是领先报价的 很多人当然现在看到说 这个记忆体 DRAM或Fresh价格是往上 没有错 大概在2023年的第四季开始涨价 可是股价甚至早了快一年就落底了 但记忆体我认为今年还是有往上的空间 只不过你客观来讲你要选一下了 群年是不是好 很好它也是记忆体当中指标股 可是它的股价 其实距离历史高点没有太大的空间了 同样如果说受惠于Fresh的报价上涨 事实上点序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因为你看点序的高点19 所以距离这个高点还比较远 好了我要公告答案 我认为在半导体当中 还有机会补涨的 这个是细晶元产业 我们来看一下6488环球晶 它的历史高点在哪 972块钱 KD指标50中轴黄金交叉 也要开始往上了 这个底部都打了很久很漂亮 当然讲环球晶 你就要顺带一看 它的母公司中美晶 甚至像台胜科 包括像合金 有没有发现 它们的月K线级别 都是在长期的谷底 所以矽晶元 因为它比较大的应用比重 就是在逻辑IC跟记忆体 尤其是记忆体 所以说记忆体的股价往上 记忆体的报价往上之后 接下来通常会落后 但是有逻辑的去做跟进的 就是细晶元 所以这个是关于半导体产业 当然有时候 跟投资朋友聊到半导体 大家也认同 只是说想买的股票还真多 除了有台积电 联电想买 除了有联发科 联勇 瑞玉想买 当然对于IP系制裁 世心创意 大家也是越越意识 怎么办呢 动不动半导体的公司 股价都还蛮高的 今天再报一个好看给大家 如果你认同半导体产业 要走向周期性的复苏 长期还有AI跟电动车 所带动的结构性成长 而你不知道怎么去布局 网罗半导体的股票 叫大家直接去买半导体ETF 短时间来看 ETF当然它不可能是用喷的 它不会一天涨停板10%的 但是时间拉长周期来看 因为2024年半导体 确认复苏成长 你一定要参与行情的话 也可以考虑00891这一档 这是中性关键半导体 它的投资方向就是 网罗了半导体产业的上中下游 从IPC制裁 IC设计 晶圆代工 乃至于封测通路 细晶圆记忆体通包了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你说是不是 好 再来 AIPC的部分 当然也会是今年 大家不容忽视的主流族群 NB PC大概三至四年 本来就是一个周期循环 上一次NB或PC的产业高峰 就是落在疫情期间 2020到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因为疫情 所以大家关在家里 walk from home 在家上班 远距会议 远距教学 所以有前一次的 所谓销售高峰 但是经过了大概三到四年之后 也要面临换机潮了 那再加上各大厂投入 AIPC的研发 那新产品的推动上市之后 那从今年开始 整个PC NB产业进入到拐点 那预计2024年 PC出货量将会回到正的年成长率 那至于说 在整个PC的产品线当中 商务PC表现会优于全体的全球PC 那全球PC又优于消费PC 所以这又跟选股有关了 大家同样在讲AIPC 或AIMB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精准打击 你要分得清楚 因为毕竟对于一般的工作需求 或甚至一般的这个作业处理 你不需要用到比较贵的AIPC AIMB 所以商务需求是先跑在前面 那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需求 那这个部分来说 你就要去掌握 国内这么多NB PC供应链的股票 谁跟商务需求比较有关 那这边我们也整理一张表格 给大家参考 来自于PC NB的营收比重的高跟低 还有相关的关键零组件 那这一块来说 我认为有一些个股 本益比目前都还没有充分反映出来 那当然如果有好的买点 魏洋老师希望能够第一时间 邀请你一起来卡位布局 迎接农年新爆点 那魏洋老师有好康的要告诉各位了 因为考量接下来要封关 然后进入到春节 让大家好好休息 那之后年后的红盘行情 其实你不用担心 跟着魏洋老师一起来操作 二月份我们就先带着各位来一起操作 我来帮你处理 我们一律这个期间都从三月才开始起算 而且这两天我想也要提早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所以只要您在春节期间或春节以前 就跟我们完成预约手续动作的朋友 一律都可以享有直接升等的服务 所以两大好康 第一 三月才开始起算 所以二月份你可以直接先享受 先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第二 还可以让你直接享受升等升级 所以难得的机会 你要不要把握呢 趁着现在赶紧来电 进一步洽询详细的内容 或者是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 小老鼠STOCK888 ATSTOCK888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更多的操作的建管 回来继续再请蔚亮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序权威 我们这把时间交给蔚亮老师 好 那讲到2024的主流产业 各位觉得还没有少了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 电动车的未来 绝对是投资重要的拼图之一 好 那我想我常常跟大家讲 主流产业 明星产业 趋势产业 三句话的口诀 记得吗 以前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 电动车是不是以前没有 现在有 未来呢 当然是会更多 各国的政策力挺 节能减碳 各大车厂品牌呢 现在每年新推出发表的电动车款 越来越多选择了 好 那我们从数据部分来看 研调机构预期电动车从2021到 2025年的年复合成长率 可以高达40% 这是很惊人的喔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来谈汽车产业 整体汽车业同期间的年复合成长率 不到4个百分点 而电动车的年复合成长率是整体汽车的10倍以上 所以讲到车用市场 车用零组件 有的时候盘面很多股票 满天飞乱跑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我常常要跟大家讲一些细节 产业是没有模仁两可的空间的 如果你同样是车用零组件的公司 那你到底是应用在一般汽车 燃油车 还是你应用在电动车 你觉得这结果会不会大不相同 当然不一样啊 光是40%跟4%的年复合成长率 你说这个差异大不大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聚焦在电动车的发展 它到底跟一般的汽车有什么不同点 现在基本上不论是特斯拉 还是陆系品牌 欧系品牌 日系品牌 其实电动车的发展推动 基本上仅扣三个趋势 第一个叫做轻量化 电动车会有里程焦虑 你除了电池的续航力很重要之外 让车体变轻 它就能够延长它的续航里程 所以轻量化就要采用不同的材料 这是第一个趋势 第二个趋势 智能化 基本上电动车代表的就是 汽车业的未来 所以也直接要跟汽车的未来 自驾 智能做一个结合 所以晶片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加上AI运算 所以我说AI的延伸 走路生活 在今年也有机会慢慢看到一些 初期的概念 就是AI汽车 AI自驾车 这样的一个概念 再进一步来分享的话 也包括了像自动驾驶 智慧坐舱 或者是需要透过晶片 来做运算跟储存 至少我们看 就是每台车所使用到的晶片数量 将从1100颗 这个明显的增加 而且价格也会大幅的拉高 第三个趋势就是酷炫化 车里 车外 车前 车后 要怎么样透过一些灯光的变化 来提升质感 甚至达到增加安全的目标 所以相关的股票 我们在前段时间 有陆续跟大家提到 像是MIH平台当中的融创 这是LED的公司 或者说像大力光的子公司 3362先进光 不仅有镜头 有360度的环景 其实大力光跟先进光 未来互补的忠效 有机会在整个国际舞台当中 去拿到更多大厂的订单 但是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其实要提醒各位 很多股票 它虽然站在一个对的趋势 但你要注意 它的位阶跟筹码的问题 比如说我带各位来回顾一下 6235华福 华福美铝合金 当然就是受惠于刚刚所讲的 电动车发展的轻量化趋势 而这个趋势也的的确确 你在华福的营收跟获利当中 有看到它的成长动能 但是你看股价 这是月K线图 所以我们知道在2023年 它已经大涨过了 大涨过后 股价拉回 上面就会开始形成一些套牢筹码 你再从技术面格局来看 KD指标 是不是形成高档死亡交叉往下 所以未来它就算整理过后 能够让KD再转折往上 也只能是以反弹来做看待 不是华福的基本面不好 而是股价已经反映了大部分 如果你了解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车用PCB的定影投控 大概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它在2023年行情也紧追在滑幅之后发动 可是也大涨了倍数 现在股价也随之开始进入到震荡整理期 KD指标是从高档也要准备交叉往下 所以这些股票基本面很好 可是股价反映在前 如果你操作的节奏不对 就有可能买在高档 等待解套 所以这样其实就会浪费了行情 浪费了资金 我们在面对 肋骨轮动的格局的时候 要记住 其实投资不外乎 就是会碰到四种情况 大赚 大赔 小赚 小赔 盘整行情的时候 免不了就是小赚小赔 这时候就是要设法增加胜率 至于说要大赚 你就要在好的股票 一开始低档的时候 就跟着专家逢低卡位布局 2024 农年 你想要赢在起跑点 欢迎大家直接跟上温老师的脚步 我们帮大家直接升等 而且从三月才开始起算 在这边也先预祝 所有爱护股市权威的观众朋友 农年能够发大财 农年行大运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谢谢观众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荐分析 是个表达正确 我们不当知 潮流利益关系 本节目是要仅供参考 投资要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银展2024台股 预约超大获利 股市权威 龙云新爆点 专案 带你疯狂数钱 想省钱 没问题 二月会费 为粮全额吸收 要好康 没问题 新会员 独享会及升等服务 抢赚钱 没问题 巧味年后 招财股给力 又给力 省最多赚最大 永远新爆点 一次满足 现在加入LINE 过来电 022581 9090询问 MING PAO TORONTO